小吨位舰艇对阵的是多达30余艘 总吨位达1万多吨的国民党第三舰队 战斗中我解放号炮艇 首先发现垃圾尾岗的敌舰队 单艇冲入敌阵向敌舰展开攻击 敌舰顿时一片混乱自相射击碰撞起来 解放号抓住有力战机 全速直扑其旗舰太和号 由800米处一直达到100米 一艘只有28吨位的小炮艇 竟然敢向敌人一个舰队发起攻击 这在世界海战史上找不出第二个战力 先锋号炮艇上的战士把手榴弹摔到敌舰甲板上 乘机靠上敌舰跳上敌舰上去抓俘虏 战士们还把陆战使用的100毫米加能炮 夹在船上射击 万山海战共击沉国民党舰艇4艘 击伤12艘 共毕山扶国民党军700余人 解放了位于香港澳门之间 珠江口岸的大小岛屿48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1950年 朝鲜战争的爆发 并没有影响这一年的国庆阅兵 相反人民军队的威武雄姿 展示了中华民族敢于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的国庆阅兵式上 朱总司令就朝鲜战争爆发 美军乘机进驻中国领土台湾的局势 要求人民解放军做好战斗准备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一年 先后建立了公安部队、工兵部队、航空部队、装甲兵、炮兵等领导机构 人民解放军开始由单一兵种向多军兵种合成转变 正是中国人民庆祝共和国成立一周年的阅兵典礼这一天 朝鲜战场上的美军纵容南朝鲜军越过三八线 大局北进 美军叫嚣 鸦禄江并不是不可逾越的障碍 就在阅兵后的第八天 毛泽东把中国派遣志愿军复朝参战的决定 电告今日成 同时发布命令 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 迅击向朝鲜境内出动 与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 十月十九日 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彭德怀的率领下 熊啾啾气昂昂跨过鸭禄江 十一月八日 清朝美军清朝出动 重点轰炸鸭禄江大桥 志愿军进入朝鲜领土两个月时间 就连续举行两次战役 同朝鲜人民军一道 共歼敌五万一千余人 十二月二十四日 中朝军队禁抵三八线 扭转了朝鲜战局 朝鲜北方全部收复 朝鲜北千佛 有关 中文字幕——YK 这一年天安门前的大道新铺上了花岗石和水泥砖 以便圣岳部队现代化的重武器通过 授业部队最前列的方队是正在军事学院受训的 身经百战功勋卓著的高级军官 由于救中国的贫穷 加上长期的战争 人民解放军干部战士的文化水平普遍低下 这一年军委决定全军必须以最大的决心和努力 掀起部队高度的文化学习热潮 为扫出文盲 提高文化水平而斗争 这次阅兵 火炮除了机械牵引外 还有的用罗马牵引 这并非是汽车不够 而是展示汽车拉炮 是由罗马拉炮发展来的 这是在同一画面中 对人民军队由罗马化 向摩托化发展的最直观的回顾 1952年国庆阅兵 公安部队首次参阅 为适应节日游行集会 及平时交通的需要 这年国庆前 天安门周围已经拆除了 长安左门 长安右门和中华门 也正是在这一年 修建了天安门观理台 第一次展示了 天安门广场的宽广和雄伟 摩托化破冰方队 乘坐的并不是汽车 而是160辆摩托车 他们威风凛凛 通过天安门广场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yourFound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1953年10月1日 祖国人民最可爱的人 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 出现在天安门观礼台上 这一年国庆 伴随着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 又增添了喜庆的色彩 中国人民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说 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 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 就可以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 一去不复返了 火箭炮兵方队第一次出现在兽阅队伍中 使用的是 文学